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出现 阻止我们救你呢 然后他再联合那个东方白 把我们这一窝端了 有道理啊 于丽 看来我得跟东方白要硬碰硬了 那老大 你有几分胜算 哎呀 几分胜算 论伸手 他略胜为仇 可他毕竟离开京城这么多年了 人脉也是断断续续的了 与其说 是我们两个人的交流 还不如说 这是团队的战争 于丽 我能不能胜 就看你们做得如何了 老大 你放心吧 兄弟们绝对是富汤倒火 在所不辞 可不 那个署长倒挺像是好人的 不过要不是他搅和 那个大饼早就被黑白无常给带走了 那都未必 就算是我们杀了大饼 也很难全身而退 这么说 这个严署长倒是个好人了 什么好人坏人 我是贼 他是兵 他这么做 肯定有他自己的算盘 现在也好 东方大哥跟那个臭大饼单独决斗 东方大哥肯定赢了 和那个大饼决斗 赢的 肯定是我 但他在京城坐拥多年 人力财力都在我们之上了 我们不得不小心呢 以防 他使用什么阴谋 东方大哥说得对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你们两个干嘛老板着脸啊 我知道了 你们一定是饿了 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去 怕是你自己饿了吧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我好心要给你们弄吃的 你还挖苦我 就是饿了 怎么样 怎么样 那好好好 我的确也饿了 去吧 到厨房弄点东西回来 我现在又不想去了 饿死了饿死了 你再去我两次我就去 我也有点饿了 李三哥饿了 那我看在李三哥的面子上 就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吧 看来 这大哥没有三哥好使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东方大哥 您觉得 这严书长的三道题里边 哪项最难 什么能难刀你大哥呀 雷光四顶的乌木宝珠 德王府中的翠玉观音 紫禁城中的紫禁龙枕 按理来说 紫禁城里的是最难偷 那里守卫四 现在被日本人买下了 现在是日本商会的驻地 有很多机密的文件 都从这里周转 这雷光四顶的这乌木宝珠 怎么就成最难的了 别说东方大哥您了 就是我李三 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雷光四半层以上 没有对外的出口 要想上到塔顶 那必须得判判 即便是这样 它也不至于是最难的呀 是不是有别的原因 不错 雷光四塔外上了一层右 两层之间是延伸的塔裙 不是说爬不上去 但是要想喷爬到塔顶 那得费很长的时间 那既然东方大哥都这么说了 您是不是已经想出来对策了 你小子果然聪明啊 雷光四旁 有一颗高速的云山 借助云山 可以快速地到达塔顶 获取 目保重 来 先吃点东西吧 吃完了东西 我们再讨论灭敌计划 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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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时刻 小心为妙 要去 不是 你不要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没有怀疑你 就是 胡壤吉给我端的粥 我也得试 知道了 你不用跟我解释 那就好 是吗 没事 盖米儿 我就下包信用给你 看你的嬴针 适不适得出信用 李大哥装一碗 给 停 停 停 什么人 东方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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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八宝洲里的确下了毒 可就是不知道下了什么毒啊 我这活了半辈子了 也没见过这种类型的毒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不好 害得东方大哥变成了这样 这不怪你 要怪就怪大哥我 是我阿让喝的 还差点 连累了你们俩 这下毒的人 一定就是藏在屋顶上的那个人 要是把他逮着就好了 我就觉得 奇怪啊 师兄 我试过 也没试出毒来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奶奶的 一定就是那个仙手佛干的 可就是不知道 他从哪搞来这邪门毒药啊 呼上气 这种毒 能有解药吗 现在就是不知道下了什么毒啊 而且 也无法对症下药 从现在情况来看 只能看一些调理器许的方子 千手佛他太卑鄙了 你们在这儿等我 我这就去拿解药 小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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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到哪儿解药去 你怎么拿解药 我要给千手佛下毒 他不给我解药 我也不给他解药 看把你能耐的 你怎么去啊 你 你看看东方大哥都穿什么样了 东方大哥 东方大哥 你没事 东方大哥 你快躺住我 扶我下去 扶我下去 帮助好慢点 慢点 我怎么样 都无所谓 只是现在约好了 要和千手佛比试 我怕 我怕 因为我的身子 输给了他 那我怎么对得起 帮你的兄弟姐妹呀 我们可以跟严书长 说明实情 让他拖延时间 等你的身子康复了 再去对付那帮混蛋 不行 傻丫头 千手佛 一定给严书长施加了压力 如果我们延弃 那就是弃卷 我们一旦弃卷 千手佛 就能光明正大的 把我们赶出京城 那我现在就去给千手佛下毒 我要让他半身不随 生活不能自理 没用啊 他们现在一定高度戒备 想尽他的身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帮主 这样吧 有我带你去 我胡某不才 但我要拿着千手佛一起去死 胡道 不能 万万不能啊 胡掌亲 你给我听着 我现在身体这样了 帮里的大梁 就得靠你听着 当中上上下下几十好人 都得靠你照应着 你不能给我做傻事 听见没有 回答我 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不是燕子门的人 我可以跟千手佛比 虽然我小婉 没有什么别的本事 但是我的第三只手 还是很灵活的 小婉啊小婉 不是他跟我笑话你 就你这三角毛的功夫 他牵手佛 这一个手指头 就能把你给对付了 我一直都在考虑 有一句话 一直都想跟你们说 但是 怕打击大家的士气 事到如今 不妨 就说了吧 其实 离开京城 也并非不可呀 帮主 您在说什么呢 如果 要用牺牲大家的性命 去夺回京城的地盘 我宁可放弃 这个地方 因为 只要活着 只要我们有一口气 那就是希望 只要兄弟们 能够齐心协力 我相信 不用十年 就能够动山再起 动山再起 这回 正好 严书长 给我们做担保人 大家伙 也可以 全身而退 帮主 那我们这几十年的心血 不就白白浪费了吗 更何况 就是我们离开了京城 钱手佛 也会将我们赶尽杀绝的呀 事到如今 没有那么多选择了 如果钱手佛 把我们赶尽杀绝 那我东方白 拼死了 也要保全大家离开 还是让我来吧 东方大哥对我的恩德 有如再生父母 就算是死 我也要保住东方大哥 还有我的恩人们 李三儿 我的好兄弟呀 的确就凭你的身手 可以和钱手佛一战 但这不是比我 是比偷东西 你会偷吗 你能偷吗 我考虑清楚了 偷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我之前对此 也一直耿耿于怀 但要是 让我眼睁睁地 看着我的恩人们 被人赶尽杀绝 我却置之不理 去居于那些 小贱小恶 那我就是自私 就是大恶 如果能做一些小恶 去惩治那些大恶 日后我李三 就算是不得好死 我也绝不后退 好 说得好 如今那些当官的 不正是道 那就要靠我们 把这些钱财 重新分配 李三 你记住 这不是恶 是道不正 我们只能以歪 之歪 以邪之邪 以道之道 东方大哥 李三 不才 从今往后 恳请学习 燕子门门下 所有记忆 你真的 不反悔 绝不反悔 李三 这回你总算是开窍了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栗子啊 就知道 吃 吃 不吃 那是吃的吗 那是给你三哥练习用的 练习 东方大哥 没事玩笑吧 您是想让我把这粒子 从火盆里捡出来 没错 我知道你轻功不错 脚步轻盈 三军之中来去自如 但我告诉你 光靠腿快不行 手也得快起来 人牵手佛这样的高手比试 你的手 必须要快 快 快 快起来 什么 要把手伸进这个火盆里 那手一定会被烫坏的 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 到时候比赛会更危险 李三哥 你可不能啊 你的手会受伤的 我以后再也不吃粒子了 别捣乱 李三哥说的对 百事不如一恋 李三哥你不要听他的 他自己怎么不识啊 走开了你 试试 讨厌 你不要把注意力放在 咱们才能快速地伸入火盆 你要考虑到快速地收手 就像偷东西一样 你要保证你的手 在别人那里停留最短的时间 而不是最快到达的时间 好 粒子的形状各不相同 要用最快的速度 掌握各个粒子的着力点 把握好手感 这是训练的重点之一 你也许试试吗 我又不许试 我认试 這是世界的法律 六十年前 我日本和中國是一樣的 西洋列強似乎在西洋列強 但是我們是想回想 我們終於 西洋列強和西洋列強似乎同樣的 這些中國人們 六十年前 六十年絕對 同樣的事情 我們建設了大東亞繁栄圈 那些野蛮人們想知 好 是 西洋 以往的武學 全身之力 別從腰部發出 我們這一行不一樣 雖然不用腰部的力量 但也要做到 極如閃電 所以從現在起 你要定住腰部 繼續練習 不要依賴腰部的力量 好 好 西洋 西洋 西線到了 今晚我們就要去雷光速 進行第一輪的比試 記住要領 心定 無聲 手機 無閃電 要有信念 好 好 各位 今天 咱們在大雄寶殿 有佛祖為政 你們共同奪取烏木珠 既然大家都齊了 既然大家都齊了 開始吧 東方幫主 東方幫主 您不練太急 改練棍兒了 好 你自己心裡最清楚 無視的傢伙 這是玩什麼妖蛾子呢 我恨不得現在就剁了你這個混蛋 哎呀 老大 這東方白 看起來是中毒了呀 您太天真了 這是要玩運的呀 多加小心啊 是 不好意思 岳署長 相信你也看到了 在下 最近身體不適 恐怕 不能參加今天的比試了 這 這 這恐怕不大好辦吧 這都是你們當初約定好的 前幾天 我看你身體不是好好的嗎 怎麼 怎麼突然變成這個樣子了 是啊 這要感謝 這要感謝 對面的兩位 什麼意思 顏署長 這太黑的話咱聽不懂啊 啊 東方幫主 這是血口噴人呢 你血口噴人 總之啊 你得的什麼病 怎麼得的 火不管 如果你今天不比 那就是說 你要棄權 那這一輪 就算你輸了 這勝利來得太突然了 好 顏署長 我雖然 不能參加今天的比試 但是有一個人 可以代替我 這個人上次你也見過 李三 李三 顏署長 在下李三 是葉子門新入門的徒弟 我師父身體有樣 今天我帶著 今天比試的是 踏頂取豬 東方白 你就想讓青宮更好的李三出來 你真是老糊塗了呀 你以為 取一顆豬子 難道是比誰的青宮好 爬得壞啊 你要換人 也不是不可以 不過呢 得看看人家的意思 要不然 人家會說我偏心 我這不好辦 顏署長 您別忘了 誰讓我是牵手佛呢 什麼樣的小混混 咱能接得住啊 就把某些人 零陣退縮 像蘇圖 那樣啊 您這就同意了 東方白 你太天真了 既然要愣死你 那我就先斬斷你的翅膀 讓你死得更痛苦 好 既然你們都這麼爽快 那我就放心了 待會時辰一到 你們就要開始 啊 誰先拿到烏木珠 那就算誰贏 三哥一定要加油啊 絕對不能輸給那個笨蛋 你放心 我一定會輸 啊 不輸 哦 那 咱們就開始 李瑟瑞 請 書長 他們過去了 李瑟瑞這小子肯定不簡單 李瑟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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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mah 沒有 ир кр 你 署长,你看吧,我就说李四尔这小子功夫不简单 我们家老大,厉害是他 江湖上有名的,爬树最厉害了 我呸,我看的,他就是个未开化的猴子 死猴子 你个黄毛压重 小子,轻功无缚 少废话,少废话 救救救 我死猴子 哎呦 哎呦 转动 我说好偷偷气 怎么还暗示暗示 这你都不信 我让你飞 飞让你飞让你 飞让你 我告诉你 停停停 在这儿呢兄弟 兄弟 看见我 你知道清宫 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即使清宫 都要借力 还是借力得进物体之力 平常 大家都是借大地之力 但凡高手 可以借水中之力 在水上 行走如飞 这叫燕子三朝水 看刀 小燕子 你还敢坑我 这招我用过了 好东西呀 您瞅瞅 我赢了 得意什么 还有两局呢 我一定赢 我一定赢 帮主 李三尚 大阳 颜书长 东方帮主 这这这这这这怎么好意思呢 东方大哥 对不起啊 你不应该让我失望吗 帮主啊 严三也尽力了 毕竟对手是千手符啊 你就不要再怪罪他了吧 东方大哥说得对 说我临三太蠢了 才撞我千手符的陷阱 我说你这个笨蛋 明明会那么多招数 为什么不用啊 你以为我想了 我 是不是刚刚想到 我师爷的一句话 我才捂住那招 要是早点遇到危险的话 我们就 你这人怎么 那这一局的胜者 就是千手佛了 多谢严书老 接下来我宣布 第二场比试正式开始 你们谁先能从德王府里 把翠宣布 把翠宇观音拿到警署 就算他赢 没问题啊 叶组长 介练书老 介于我身体的不是 接下来的两场 可能还要由李三代替我比赛 不知可否 不知可否 你们这是耍牌啊 啊 严书长 李三 严书长 靠谱 靠谱 看来 看来你这伤 你这伤是伤到脑子了吧 大哥 你 你这不能啊你 我这个人啊 也同情达理 既然这样 那就让李三继续比试 灯王大哥 我 我 靠谱 严书长 多谢 严书长 慢走 哎呀 东方王主 装得挺像啊 王主 李三 严书长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允许你给我带来失望吗 啊 你是 守住我燕子门 最后的 唯一的一个人 你是我 最好的 唯一希望啊 帮助 东方大哥 帮助我 帮助我 答应我 答应我 一定守住 燕子门 回答我 好 臭小子 帮助 帮助 好 好 好 我 这东方白是怎么中毒的 老大 东方白中毒 你不够 老大 我当时和你说了 你不信呢 你马上就答应了颜书长比赛了 我拦都拦不住和我老大